新北市一名国三学生在去年12月遭到隔壁班的男同学戈警身亡 引起了社会愤慨 而涉案的干哥干妹两个人事后裁定收容 经过了三个月的调查 法官在今天裁定行凶的郭姓少年 依少年事件处理法移送检方 而至于教唆惹事的干妹则是被裁定依共犯送办 对此被害学生的家属也发出声明 认为这两个人根本就是毫无悔意 让人难以接受 同时也认为涉案学生的父母亲应该也要负起连带责任 孜孜巨巨都是追心之痛 告别世上爸爸协下七百字追斯文 还是难以接受宝贝儿子到校上课 却再也没办法回家 事件发生在去年圣诞节震惊社会的校园歌颈案 新北土城一名阳姓国三生 遭到隔壁班同学持戾气攻击 一条宝贵生命就这样没了 而新凶少年功称是为了帮干妹妹出气才会愤而动手 而涉案的两名学生事后被新北地院少年法庭 裁定收容于台北少年关护所 经过三个月的调查 21号早上法官裁定 新凶的郭姓干戈 第二少年事件处理法移送新北地检侦办 而下午干妹则是被列为共犯一并裁定移送 丧子之痛难以米平 被害家属透过明代发表声明 内容提到过去两次听审时 两名涉案学生根本毫无回忆 除了希望能够迎来司法正义 被害家属也认为涉案学生的家长也应付连带责任 失去的年轻生命无法重来 现在各界直判 法律能够伸张正义 还给被害家属一个公道 谢谢朋友们 我们再次报道